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没有提前做功课 把科洛克以及科米克这两台车摆到一块 其实很难第一眼去认出它们的差别的 这两台车在车身大小方面相差很小 所以这台科米克作为紧凑型的一个定位 整个体量感看起来还是很大的 好 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整个台车的一个外观设计 从车头看呢 它依然是延续了家族的水晶切割的设计语言 中网 直铺式 杜哥的面积呢也还挺大 远光 近光都是鲁素的光源 我觉得这个级别可能是授予成本的控制啊 鲁素的光源还算可以理解 但个人觉得在顶配的车型上 其实是可以上一个LED的光源的 侧面好像没有太多要说的 但值得一提也是最有精气神的 就是这套17寸的马牌轮胎 配上双色的铝合金浓骨 不管是从面子还是从实用的角度 我觉得相当不错 那来到尾部啊 就有一种小号的科迪亚克的感觉 在我个人印象里啊 斯科达的车尾部大多都是这种气质 就没有太多很浮夸的设计 尾部这个镀铬装饰的排气呢 假的 它真正的排气是在左边 单边单出 整个后备箱的空间在这个级别 这种表现可以说让我非常惊喜 非常大 第二台座椅也可以支持四六比例放到 但是大家看到是有一个很大的落差 如果是一个平面的话 就会表现更加完美了 在跟大家说这台车的历史之前 先说一下这台车的预售价格 是12到14万 也就是说在现在目前的市场上 这台车可能是你能够买到了最便宜的德系SUV了 如果你指望它有什么豪华感 精致感 我觉得有点奢侈 首先大家看到整个中控台 就整个车厢我们能够看到的塑料件 基本上都是硬塑 然后我前方的仪表盘是非常普通 非常朴素的机械仪表盘 而且我在白天开这台车的时候 它好像是没有背光的 我觉得好奇怪 然后这是这个机械手刹 现在是2018年了 这个手刹好像出现的有一点点突兀 如果是电子手刹的话 整个车厢的好感度会好很多 然后就是我头领这个天窗 也是非常普普通通 一个很小的天窗了 当然这是几个吐槽的小点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找亮点了 这次斯科达比较聪明 给它配置的都非常的实用 比如说我们看到这个中控的大屏幕 就是跟前几天刚刚上市的全新一代朗翼 搭载的是大众的最新的车机系统 我们常用的功能它都有给到 再往下看 带进化功能的自动空调 自动启停 方向盘上面的定速巡航 自动大灯 以及一键启动 还有胎压监测 这些都是我们开车的时候 非常实用的一些配置 接下来再看一下座椅 这个材质是皮质加织布的一个拼接 它做了一些比较花哨的处理 整个视觉效果看起来是非常不错的 就没有那么素了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储物空间 挡把前面 这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储物格 两个杯架 这个杯架可能会有一点小 放大只的饮料有点塞不进去 然后中央的扶手箱 这个重身是比较深的 包括两个门板上的空间 都是非常充裕的 最近我去体验的好几台车都特别巧 这个中央的地台都是很高 这台车也不例外 这台车不仅高 而且还很窄 大家看一下整个后排的一个配置 中央的头枕 没有 中央扶手 没有 空调出风口 没有 只配了一个12伏的电源 我坐在这里我觉得这台车最大的优势 可能就是它的一个后排空间了 所以接下来我会找一位同事 来给大家测量一下 小苏同学你有多高 我1米73 好吧 这可能是个比较尴尬的问题 你用测一下头部以及腿部空间怎么样 好 因为这边有一个偷空 所以还是会有两拳的空间比较够 然后我其实蛮壮的 但是它这边西部 还是可以给到两拳多一点的空间 空间体验是表现非常不错 然后整个座椅的话 如果我健身房出来非常酸痛 它整个支撑性给我的感觉也很好 然后它的坐垫也够长 不会像某些品牌 把你的腿这样吊起来 它的皮质也非常OK 它的整个后排给我的体验 在这个级别当中 我觉得是表现非常不俗的 科米克全系搭载的都是1.5升的自然吸气发动机 变速箱有两个选择 分别是5MT以及6AT 我们今天取到的试驾车是6AT的版本 这台车它的最大功率是81千瓦 最大扭矩是150牛米 那听到这些账面数据 可能很多人都兴致全无了 我在这需要解释 这并不是一台主打操控主打运动的车 它的直冷就是满足我们日常的需求就够了 而我开这台车 它实际的感受确实也是如此 能够满足我们日常的一个代步需求 在城市里面开 是完全不存在动力很肉的问题的 但是如果你在大街上 时不时碰到一些不太好惹 然后很激进的一些车 你想要去跟它较量一下 我确定还是不要了 会输了比较惨 科米克这次选择6AT的变速箱 这个做法还算很聪明 因为很多人担心双离合的变速箱会比较顿挫 所以6AT就算是从根本上 替大家解决了这个顿挫的根源 这个变速箱将动力打你的 还算是比较平顺了 而且它官方公布的油耗是百公里六到七个左右 我觉得这么优秀的一个油耗表现对于我们平常的一些用车成本 是有很大的一个帮助的 底盘前麦福逊后扭力量的非独立悬挂 车道悬挂整体调校偏软 但是又不像很多日系车那样 软绵绵然后像开船的一种感觉 感觉设计师在调校这个底盘的时候 还是经过了一番思考 就是迎合了我们中国人的一些喜好 我相信就是80%的人如果上来开这台车 这个底盘调校绝对是你们会喜欢的 在噪音控制这一块 我觉得这台车的前挡风玻璃 以及双次的玻璃是花了点心思的 因为我们在日常开的过程中 你能感觉到风噪以及胎噪都抑制的很好 但是速度起来之后 发动机的噪音还是难以避免 我觉得这一点也还可以理解吧 那总结一下 这台车在动力这一块 我觉得对于我们日常的一个代步 它是做得很到位的 如果大家是喜欢个性啊 然后喜欢追求运动 喜欢刺激的朋友来开这台车 你就可能会觉得有一点点平淡无奇 有点索然无味了 一台预售价12万起的德系SUV 其实说真的 现在连合资品牌都玩起了性价比 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是一件好事 其实反过来想 我们中国人在买车的时候 这些需求是不难猜测的 无非就什么品控好 配置好以及空间大 从这些层面 我觉得这台斯格达科米克 应该算是基本满足了 但是现在再看一下它的竞争对手 比如说市场上的日产销客 本田的XRV 以及宾治等等 这些是既有好口碑又有好销量 所以它作为一个新来者 应该压力还是不小的 那我们还是等它6月份上市吧 期待它好运 好 这是我们这一期的V体验 我们下次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